溶涼瓶 溶涼瓶唯一細緊的瓶底瓶 瓶口附有磨砂玻璃塞或塑膠塞 是精密量測體積的玻璃器材 常用於配置標準濃度的溶液 當溶液充滿到標線的刻度時 即為瓶身上的標示體積 使用溶涼瓶配置標準濃度溶液的步驟為 在燒杯內先以部分的溶劑溶掉固體 再以撥棒攪拌汁加速其固體的溶解 再以漏斗轉置至溶涼瓶中 以防液體溶出 再用適量的溶劑淋洗燒杯 倒入溶涼瓶中 再以溶劑淋洗漏斗 以確保所有的溶液都轉置至溶涼瓶中 用溶液加至溶涼瓶中 用溶液加至拌滿 沿水平方向旋轉搖動溶涼瓶 使瓶中溶液初步混合均勻 繼續添加溶液至接近標線處 再改用滴管慢慢添加至達標線處 再改用滴管慢慢添加至達標線處 蓋上瓶塞 蓋上瓶塞 一手壓住瓶塞 一手托住瓶底 將溶涼瓶上下導致數次 以確定瓶內容易混合均勻 再改用滴管 鯉操火 鑼鑼鑼鑼鑼鑼鑽 在第三點 停留下 用溶液 部位置 你可以用溶液 另一點 均勿